经文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 请我们会众一同起立听神的话语 二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清早起来 法老来到水边 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 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成仆 并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房屋 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 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割山地 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 苍蝇成了大群 进入法老的宫殿 和他成仆的房屋 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 说你们去 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 这样行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 所厌恶的祭祀 耶和华我们的神 若把埃及人所厌恶 在他们眼前献为祭 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我们神 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祂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求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 我要出去求耶和华 使成群的苍蝇 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 并法老的百姓 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 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 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 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 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 不容百姓去 草必孤干 花必貂蝉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请坐 我们请牧师正道 各位请会平安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赋你的百姓 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要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活在一个湾区被谬黑暗的世代当中 但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必要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也是在这个属灵的枯干之地 是无水干旱疲乏之地 我们灵里面饥渴 但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 让我们怀着信心来领受 我们愿意今天你借着经文 给我们教训督察 给我们改正的机会 愿意我们的灵来领受 我们的灵就得着增长 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可听的耳朵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救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最近在看的是 出埃及记的第十灾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灾 第四灾跟第三灾 你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第三灾 讲的是狮子之灾 最有相似的地方就是 神他利用了很微不足道的昆虫 来展示他的大能 那我们就看到当神决定要通过审判 来羞辱人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缺少手段 他可以用青蛙 可以用狮子 可以用天空 甚至那个太阳月亮都可以 不缺乏手段 然而当神用苍蝇来让 埃及地最高的君王法老 让他苦不堪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伤害性不高 但是侮辱性极强 我们回顾一下 目前都出现的哪一些的灾难 第一灾 雪灾 第二灾 蛙灾 这两灾是跟水有关系的 然后呢 第三灾 上个礼拜是跟什么有关系 土地 打地上的大地 跟大地有关系 那么土地上的灰尘 变成了狮子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第三灾什么时候结束 它可能是困扰了埃及人 好一段时间才消失的 现在 神又在摩西 来到法老面前 宣告第四灾 而这一次 是来自空中的灾祸 我们来看20到2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清早起来 法老来到水边 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 我要叫成群的苍蝇 到你和你成仆 并你的百姓身上 进你的房屋 并且埃及人的房屋 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之前我解释过前面九灾 其实每三灾是一组 组成了三个循环 所以来到了20节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标志 标志着第二个循环的开始 那就是再次从清晨的时分 来到了河水边 新的cycle 新的循环 然后摩西看到 法老在干什么 他依然是在尼罗河边 敬拜着埃及的家神 我不知道来到了现在 你的感觉怎么样 法老已经见识过 耶和华的大能 他已经明白了 他们所敬拜的神 是没有能力的 然而早上的时分 他还是来到了河水边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 人对假神的敬拜 在第一灾的时候 我有简单地介绍过一个 弗洛伊德他的一个理论 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他怎么说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宗教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古代无知的人类 他们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恐惧 而为了减缓心理上的那种焦虑 人类就把大自然神格化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掌管大自然的神 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家的一个解释 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你读圣经 你发现 这个道理是不能够套用在基督教 所相信的神身上 为什么 看看他怎么说 创造宗教是为了减少心中的恐惧 如果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基督徒会创造出 虚构出一个圣洁可畏的 不可靠近的 不能亵渎 不能贿赂 不能够操控的至高神 让你感到非常惧怕的 跟人的心理是相反的 人的心理是我要减缓我的恐惧 但基督教的神出来 我们是更加惧怕他 不可能有人会创造出基督教的神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基督教的神并不是人造的假神 而是造人的真神 所以弗洛伊德 他被很多人认为是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然而原来在他出生之前 很久很久 圣经早处给出一个 关于偶像崇拜最精准的 远超过弗洛伊德的解释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读给大家听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们虽然知道神 至高的神 知道的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成了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鱼座 他们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 飞行 走兽 还有昆虫的样式 这是保罗的说法 根据保罗的看法 偶像崇拜之所以产生 是罪人对真神 而不是对大大自然 是那个比大自然更可怕的神 对真神的力量和圣洁感到了恐惧 而为了减少心理上的焦虑 人类就把各种大自然的力量 一个一个的把它神格化 创造出一个个对应 某种大自然力量的假神 所以保罗的看法 跟现代的学者 那个宗教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 以前是多神论 以前的人敬拜很多神 慢慢的这个多神论进化 有一些被其他神击败了 慢慢的进化 到了最后才发展出一个 很成熟的依神论的观点 这是社会学家 宗教学家的看法 但是圣经的看法完全相反 以前就是依神论 一开始就是依神论 但是人不想接受这唯一的真神 他们怕 所以他们把神的大自然当中的 某种力量把它神格化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低级一点的神 原来人是喜欢低级一点的神 是从依神论退化而不是进化 退化为多神论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法老的状况 人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愿意满足他们愿望的偶像 基督教的真神并不是这样子 你不能够来贿赂真神 但是偶像你觉得 他可以满足我的愿望 人想要用一些方法来取悦 这些偶像 这些偶像能够给他们一种 任意妄为的自由 你去拜佛 很多人是很乐意去拜佛 但你叫他来教会 却不一定会愿意来 因为他感觉说 我拜佛比较简单 我拜佛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操控 所以明明现在 埃及的假神 法老 已经看到了 我所信的假神 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他的心 依然是对耶和华很刚硬 但是你看到了吗 他在干什么 刚刚那个经文 他对真神很刚硬 但是他对假神的敬拜 非常的敬虔 什么时分 清早时分 来到河边 敬拜假神 我可以跟你说 法老 敬拜他的假神 有时候比基督徒 参加主日崇拜 还准时 基督徒 不是没有准时的能力 基督徒在拜偶像的时候 在敬拜金钱 敬拜工作 敬拜名利 敬拜成功 这些偶像的时候 也是可以 很准时的 很准时的 只是来教会 不准时而已 那说明什么 弟兄姊妹 你心里爱的是什么 你的外在行为 总是会反映出来的 骗不了人的 你骗你自己 你骗我没用 骗不了神 都知道的 你的行为都反映出来的 法老非常的敬虔 敬拜他的假神 你知道 清早要到河边 他要多早起来 黎罗河可不是在王宫门口 他可能要提前准备 提前一天就准备了 还是那么的准时 到了河边 为什么 是因为他相信 他现在这个黎罗河神 他是可以操控的 真神要求他完全降服 假神 他可以通过献祭来操控 所以罪人是喜欢民间宗教 摩西现在按照神的吩咐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来到了法老面前 站在他面前 confront confront他是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勇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在法老的清晨敬拜当中 摩西提出了另一种的敬拜 对真神的敬拜 以色列人 是神的百姓 而不是法老的百姓 现在法老是非法强夺了神的百姓 将他们当作是奴隶 当作是财产 那你看到神通过摩西 要求你要无条件的释放 我的百姓 而神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爱他自己的百姓 但是你留意 不仅是爱他自己的百姓 后面还有几个字 好事奉我 他爱他自己的百姓 他更爱他自己的荣耀 是的 神最爱的不是我们 我们要承认 神最爱的是他自己的荣耀 神对人的爱 是与他对他自己的荣耀 的爱为基础的 作为神的百姓 我问过好几次了 弟兄者们 我们作为神的百姓 我们重不重要 我们重不重要 重要 林慈信牧师是经常提醒我们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们很重要 你们也不是那么重要 你们很重要 你们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 神很爱我们 但是你说你要比 他爱他的荣耀超过我们 而幸好神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 幸好他爱他自己的荣耀 超过一切 所以他对他自己荣耀的爱 确保了他对他百姓 也就是我们的爱 是信实不变的 所以他可以稳固地爱我们 基础是他对他荣耀的爱 当你读到摩西 他现在来到法老面前 他放胆地宣告 这个画面非常有勇气 我希望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画面来理解 我们所信的福音 摩西所做的 是预表了将来 那一位最终的救赎者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是被罪和撒旦的势力 所捆绑的 所奴役的 你可以理解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是一个人 站在黑暗势力面前 大意凛然地 对撒旦说 勇我的百姓去 好让他们恢复 对上帝的敬拜 被奴役的百姓 我们需要重新获得自由 但是那种自由 它并不是一种 任意妄为的自由 如果今天 我们说我们信主 我们有自由 我们任意妄为 我们只会落入了 另外一种的捆绑 另外一种的偶像崇拜 真自由跟真敬拜 是联系在一起的 唯有当人跟神 有正确的敬拜关系的时候 人才能够恢复 我们作为神的形象 的承载者 应该有了那种圣洁和自由 今天很多人 他不愿意信耶稣基督 他觉得说 我信基督 我就没有自由 世人所认为的自由 是那种 我随心所欲的犯罪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种自由 但其实那是一种 失序 失控的一种混乱的状态 你试过吗 在一个地区停电 在繁忙的路段 突然所有的红绿灯 都停止的时候 也没有警察来指挥的时候 你试过你就明白 在一种情况之下 你开车是毫无自由可言的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 基督教的自由 是一种 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的自由 是行善的自由 是以神为乐的自由 现在摩西发出的警告 我们知道法老 他选择了听而不闻 那么发生什么事情 二十四节 于是苍蝇成了大群 按照摩西所发的警告 进入了法老的宫殿当中 和他的臣仆的房屋里面 在下滩的时候 如果我们家进了一只苍蝇 我经常会追着它打 我的儿子会看到我追着它打 我会直到把它消灭了为止 因为我不想让它吵着我 我不想让它碰到我家里的食物 现在不是一只苍蝇 现在是大群的苍蝇 如果一只苍蝇 都可以让你心里非常烦躁 那么大群的苍蝇 涌进你的家中 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 不断地撞击你 你肯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你肯定你心里的烦躁到了极点 二十四节的后半段说 埃及遍地 就因为这群的苍蝇都败坏了 这个败坏是什么意思 这个败坏 原来在那个诗篇 七十八篇四十五节 有进一步解释 败坏的意思 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它叫苍蝇成群的 落在它们当中 吞噬它们 真的去咬它们的 这些苍蝇 这个苍蝇几乎把埃及人 活生生地吃掉 所以在七十四一本 把它翻译 当它翻译这个苍蝇的时候 它是用了苟蝇 那个种类来理解这里的苍蝇 是一种咬人的苟蝇 这一切都显明了神的大能 你看到吗 如果神愿意 尽管是微小的苍蝇 它都可以用来夺走 埃及人的性命 如果它想要的话 它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它的怜悯 现在只是让他们觉得烦恼 觉得痛苦 那我们知道 目前为止 每一灾 它对应是埃及的 其中一个假神 那么请问 吟灾对应的是哪一个假神 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比较 请现于接受的 那个可能性是 它应该是对应着 苍蝇之王 那个别西部 埃及人 敬拜别西部 为他们的保护者 为他们的守护者 认为是他保护我们的土地 免受苍蝇 等等自然灾害的 那个搅扰 然而就像其他假神一样 现在别西部 是无能为力的 那根据路加福音的说法 我们理解到 别西部 他其实是撒旦势力的一份子 路加福音 别西部被称之为鬼王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 撒旦 他在埃及地的一个代表 现在通过这一灾 神要向埃及显明 一个事情就是 别西部并没有能力赶走苍蝇 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 而当埃及人 无法赶走苍蝇 我想象他们的画面 应该是非常泄气的 坐在那里停止反抗 反正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非常纳闷 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 别西部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任何的拯救力量 现在降下化灾的灾祸的是谁 是谁降下灾祸 是神 能够拯救他们 离开灾祸的 也只有是耶和华 然而 当人很刚硬的 你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站在神的对立面 那么他就 你最终得到的就是灾祸 但如果今天你认罪悔改 你与此亲嘴 诗篇说你与耶稣基督 跟他建立关系 你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 神就成为你的避难所 你跟他的关系 决定了你今天得到什么 神让他 神让苍蝇成群的攻击 他的仇敌 他也能保护他的百姓 不受苍蝇的侵害 所以在今天第四诞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跟前面 前面应该也有 但没有特别提到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种 差别的待遇 在这一诞当中是尤为明显的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非常明显的差别待遇 当那日 我必分别我的百姓 所在的割山地 他们住在那边最好的地方 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知道 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 分别 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 那个神迹原文是Sign 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证据 以证明这真的是神的作为 这虽然苍蝇 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但神能够在自然界当中 展示他超自然的力量 他能够吩咐苍蝇像军队一样 成群的结局 他能够决定苍蝇在哪一天结局 在明天结局 他能够将以色列人所住在的割山地 他是在埃及的中心地带 竟然可以把它分别出来 让他免受苍蝇的攻击 当全埃及受到苍蝇侵击的时候 唯有割山地 那个地区是平安无事的 以此来显明 这是一个神迹 这三重的神迹加在一起 让埃及人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够否定 这是神的作为 神对法老说 好叫你知道我是谁的神 天下的耶和华 你看到吗 天下的耶和华 我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 我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也是埃及地的主 尽管埃及人现在不认神 与他为敌 否定他的主权 但并不能够改变 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 这个事实不能改变 所以神 他不仅要在以色列人身上 也要在他的敌人身上 来彰显他的主权 在实在当中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得到了差别的待遇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区分 为什么会让以色列人 双标 让他们好像得到更好的待遇 我们可以同意 法老因为他对神的叛逆 他得到了报应 但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以色列人 却得到了神的恩待 为什么 是因为以色列人 比埃及人更好吗 并不见得 他们其实打从一开始 就把问题归咎于摩西 归咎于上帝 而随着后面的发展 我们会逐渐看到 他们是一群发怨言的 叛逆的 敬拜偶像的百姓 刚刚我们读习伯来书的时候 你留意经文 神说我定义 不让他们进入我的安息 因为他们也是 悖逆的 所以你发现 他们并没有跟 那个埃及人 在性情上 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也得罪神 他们也应该得到 神的审判 那为什么神拯救他们 为什么神特别赦免 恩待哥三弟 答案很简单 很简单 但却难以理解 很简单 却难以理解 答案是这样子的 尽管以色列人 是一群犯罪的 悖逆的百姓 但他们依然是 神的百姓 依然是神的百姓 就像尽管这个人 他不断悖逆我 但他是我的儿子 他都要是我的儿子 我就要给饭他吃 我就要爱他 我就要管教他 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的 性情怎么样 决定了我怎么对待他 尽管他们是 悖逆的百姓 依然是神的百姓 每次当神跟法老说 让我的百姓离去的时候 神是在表达 二十三节 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我要将我的百姓 跟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我的百姓是我的百姓 你的百姓是你的百姓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的区别 不是他们的属灵品格 不是他们的性情 而是他们是否跟神 有立约的关系 而且属于神 神的百姓 不属于神的会得到审判 属于神的会得到管教 你能听出审判跟管教的区别吗 审判的目的是要毁灭 而管教的目的是要更新他 出埃及记的问题 一开头 神听见了他的百姓叹息 然后他纪念 他跟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所以是神在单方面首约 保证这群配受审判的百姓 竟然是得到了神特别的恩待 哥山地和埃及地的区别 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区别 不是人的本性的区别 是立约与否的区别 是生与死的区别 是咒诅和祝福的区别 是拯救跟审判的区别 那如果你在这个层次上 你问得更深一点 那为什么神偏偏要跟以色列人立约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偏偏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我记得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跟弟兄姊妹查经 我们就在讨论 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 而不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能够这样想 为什么不是中国人 然后我很记得戴查经的弟兄 他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说那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 那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 所以要怪就怪我们中国人的祖先 没有出现好像亚伯拉罕 那么有信心的人物 当那个弟兄给出那个答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闭嘴了 我们就感到很惭愧 我们没有这样的祖宗 很惭愧 但是随着我对圣经的了解 越来越熟悉之后 我发现这并不是圣经的答案 这并不是 神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 所以拣选他 神是在亚伯拉罕 还在拜偶像的时候 就已经主动地呼召他出来跟他立约 所以你看到神的立约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在先 亚伯拉罕的信心 那个回应是在后面的 可是有一些不愿意接受预定论 不喜欢预定论 喜欢亚敏念预知那种理论的弟兄姊妹 他们会这样说 他们会说 那是因为神 预先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 有听过吗 听过这个答案吗 预先知道他有信心 所以才拣选他 那个意思是说 是我们自发的信心 得到了神的认同 所以神才拣选我们 接纳我们 亚伯拉罕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也不是圣经的观点 也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 人若不是先被圣灵重生 他是不可能看见神的国 他是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 是不可能对属灵的事物感兴趣的 所以按照圣经的说法 若不是神主动地 先在我们身上动工 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对属灵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是我们的情况 路加福音说 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 看看他怎么形容我们 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神 他预先动工 我们在属灵方面 就像死人一般 坐在那边 移动不动 看不到方向 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何来信神的能力 若不是他先在我们心中动工 那么圣经如何解释 神为什么拣选迪士类人 我们看看圣经的答案 生命纪七章七到八节 也在你的布勒腾 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 使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你找到因果关系吗 并非因什么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民 只因什么 只因耶和华怎么样 如果你把这个句子的逻辑关系弄清楚 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耶和华专爱你们 只因耶和华怎么样 爱你们 你听到吗 神爱你是因为神爱你 没有什么解释 神爱你就是因为他爱你 那你再看十章十四节 看那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的地 都属于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 但喜愿你的列祖爱他们 那个意思是说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现在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你们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神拣选他们唯一的原因是 神爱他们 而神之所以爱他们 是因为神决定要爱他们 就是那么的简单 却非常难以理解 神拣选以色列的原则 今天同样的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为什么我们对拣选的教义 我们感到不满意 我跟你说我们的心是怎么想的 我们不喜欢拣选的教义 其中一个原因是 难道真的没有理由拣选我吗 我们总想在我们身上 找到哪怕一点点的功劳 可以归一点的荣耀给我自己 可以吗 难道完全没有原因吗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信心它本是恩典的载具 它只是一个载具一个工具 现在我们为了想要夺取荣耀 想要有一点我们可以赞美的地方 我们甚至把信心扭曲 把它变成了一种功德 它本来只是工具来的 现在我们说我有信心 而且说的时候是骄傲的 把它变成一种功德 我们心里面骄傲的说 我蒙神拣选是因为 我比那个人更有信心 你看到我们的内心吗 总是想找理由归荣耀给自己 然而保罗说 没有 完全是神的恩典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 一点都不能自夸 如果今天我们竟然能够 指责我们的信心夸口 那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那个不是功德来的 信心就承认我没有功德 我完全靠神那个是信心 结果你指着你的信心来夸口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但是唯有这种 唯独信心 这种神恩独座的教义 能够让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完全谦卑下来 把一切的荣耀 一分一毫的荣耀 一点一滴的荣耀 完全毫无保佑地归给 至高的永生神 那个是信仰 那个真正的信仰 那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 拣选的教义 可能你今天听到了 你对于拣选的教义 你该有什么反应 朋友们你可以有两种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这样子 第一种反应 OK我听到了 是神的主权 是神要拣选谁又拣选谁 那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呢 是吗 那信或者不信 都不在于我 那么我不信 就不能够怎么样 就不能够怪我了 是吧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是的 神的主权 那说明我没有任何可以做的 那我就被动啊 我有一天信主就信主 有一天不信主 可能神没有拣选我 这是你可以有的第一种反应 你可以有第二种反应 第二种反应是这样子的 我明白了 原来人德就是没有任何的功劳 完全是神的主权 而既然是神的主权 我听到了既然是神的主权 神啊 我求你按照你的主权来拯救我 我求你按照你的主权来向我开恩施怜悯 因为如果你现在你按照主权 你不开恩不施怜悯给我 我就有祸了 你可以有这种的选择 而你猜 当你这样子求神的时候 神会不会拯救你 神一定会拯救你 因为他应许 罗马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 十章十三节 凡求告主民的 就怎么样 必得救 神的主权 不应该成为你不信他的理由 神的主权应该成为你全心呼求他的理由 因为他掌管一切 你不求他还求谁 而且他不仅预定了谁得救 他也预定了人得救的方法 就是认识他 并且跟随圣灵的感动 给他发出信心的呼求 法老采取了第一种反应 他面对神的主权继续的刚硬 不在我身上我就不管 我盼望你是第二种反应 面对神的主权 你对他发出求救的呼求 我跟弟兄姊妹 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拣选的教义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去猜 神在永恒当中 有没有拣选你 不需要去猜 你只需要相信神的话语 这是他的应许 你只需要按照他的话语 给出合适的回应 圣经说 凡接待基督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神答应了 就一定会给你 你向他呼求 他就一定会拯救你 神在出埃及世界当中 他的目的 他要让埃及人 在埃及人当中 将以色列人召集出来 其实从救赎的角度来看 出埃及记今天还在进行 今天神依然不断地 通过我们传福音 在埃及地将属他的百姓 招聚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神都通过我们的信息 以最高的威严 对这个世界的王说 勇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埃及当中被奴役者 在永恒当中 神知道他们是弟兄姊妹 我们还不知道 他们在被奴役者 他们在等待我们 带着万王之王的权柄 去吩咐撒旦 将他们释放 这是我们从出埃及里面 看到我们的使命 是在干什么的 法老现在遭受到 苍颖的攻击 他很快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赶紧地采取措施 这一次跟之前 有点不同 留意到有什么不同吗 之前法老看到灾祸 他怎么做 赶紧叫他的什么来 术士过来 但这一次 法老不再呼唤他的术士 他曾经让自己的术士 跟摩西 跟亚伦斗访 但是在上一栽 当术士们 向法老承认失败的时候 还记得 术士们怎么说吗 这是神的手指 这是神的手段 这是神的手指 法老现在 你从法老的行为 你看到他其实也明白 他心里明白 他已经知道 术士们的能力非常有限 已经知道 埃及的假神被击败了 他知道 唯一能够帮他 解决赢灾的是谁 是摩西 所以他就出去 招了摩西 亚伦来说 你们去 在这地 祭祀你们的神吧 我们之前已经 见识过法老的 诡计多端 这一次 他给出了一个 貌似合理的妥协 他允许 以色列人去献祭 只要他们在埃及地 你刚刚看前面三个字 你们去 你还以为 法老是要让他们去 你们去 其实没有 你们在这里 你们去 但在这里 法老不允许他们 到旷野去 但至少允许他们 干什么 敬拜耶和华 哇 你听起来 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一个很大的让步 一个很不错的offer 你不可以出去外面 但你可以敬拜了 我让步 我可以让你敬拜 很多人 可能都会 按照我们的性格 我们会觉得 那要不要考虑一下 接受法老的offer 要不要考虑一下 至少可以敬拜神 如果你有做买卖的 你是地产经济 是吧 你是有买卖房子的 你有做过买卖 你有跟人做过协商的 你会明白 在negotiation的当中 双方都让步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够单单 有一方让步的 你不能够单单 让对方来让步的 在卖房子的时候 如果买方给出了一个offer 那个offer不是你能够接受的 但是中介会过来劝你 是吧 会过来劝你说 对方已经给出一个很好的offer了 现在的market也不是那么乐观 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要不要认真考虑看看 如果我们可以有negotiation 但是如果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也是negotiable 这样的态度 我们就很糟糕了 想想看 如果摩西也抱着说 negotiable 他可能会想 这是法老目前为止 给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不接受 他甚至可以引用新约 当然新约还没有写 可以引用神学的理由 他可以说重要的是 我们向神敬拜 而不是我们在哪里敬拜 很符合圣经 是吧 我们在哪里敬拜不重要 我们向谁敬拜才重要 但摩西知道 神是不接受negotiation的 人与人之间有受可以协商 但人跟神之间 没有任何的协商可言 在五章一节的时候 摩西清楚地听到神的吩咐 勇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所以因此现在摩西的做法是 他拒绝任何的妥协方案 所以在26 27节 他就这样子回答法老的 这样行 本不相遇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 祭祀耶和华 我们的神 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 在他们眼前献为祭 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27节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祭 摩西先从实用的角度 来分析法老的建议是不可行的 摩西他自己在埃及长大 他非常明白 以色列人献祭所用的牲口 牛羊都是埃及人 他们被奉为某个神明的生物 所以一旦 以色列人开始在埃及地宰杀生口 很可能马上会引发极大的暴动 埃及人可能会把犹太人杀掉也说不定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你去犹太会堂 你去清真寺 那里烤猪肉 会有什么后果 或者你去印度教的神庙 巴比Q烤牛肉 烧牛排会有什么后果 你就明白摩西的意思了 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 这可能是法老 他喜闻乐见的结果 是法老的诡计 但摩西一下就拆穿了他的诡计 然而摩西更重要的理由在27节 他们不可以接受法老的建议 因为他们要照着耶和华 他们的神所吩咐的那样子 去祭祀他 那个是他不能够 negotiation的原因 我希望你再次感受到 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敬拜的限定性原则 有多么的重要你看到吗 我们的实用主义 必须降服于我们的限定性原则 什么意思 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他 那个叫做限定性原则 而不是考虑怎么做比较实用 怎么做比较可行 比较方便 比较让大家感觉舒服 这些不是我们的考量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教会有私情 但我假设 假设有一天我们教会没有私情了 我们认为 我们认识一些 还没信主的朋友 他们钢琴了得 非常的厉害 弟兄姊妹 你觉得我们可否邀请 还没信主的朋友 来做私情 你觉得可不可以 我的直接答案是 不能 不可以 为什么 圣经这样说的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 什么 喜悦 人非圣洁 不能见神的 什么 面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若不借着他 人的侍奉 不能够蒙神怨纳 所以我说不能 那你可能会反问我 我们没有私情怎么办 难道我们没有私情 就不能够敬拜了吗 你读史如行传 当保罗和希拉 他们在监狱里面 清唱诗歌 赞美神 都能够吸引 那个监狱里面的囚犯 他们侧而倾听 他们敬拜神多美好 今天我们没有私情 圣灵就不能够工作了吗 我知道有一些人会认为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 没有私情 音乐就没有那么好听了 敬拜的氛围就少一点了 教会对非信徒的吸引力 又少了一点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辩护 他们会觉得说 尽管我们是让非信徒来做私情 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神国的事工吗 这是他们的理由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话 听起来有点耳熟 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 在圣经那里有听过类似的话 是这样子的 撒母耳机上 就出现过类似的话 这个是实用主义的一个问题 撒母耳机上 扫罗王你可以说 他就是实用主义的代表 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把敌人的牛羊全都消灭掉了 那么撒母耳来到了 听见了牛羊的声音 扫罗对撒母耳说 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 取了最好的牛羊 留意下一句 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 你的神 献给你的神 这就是实用主义的想法 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神 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王的理由 但你看到吗 这其实是大大的冒犯了神 二十二节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番祭和平安祭 喜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 二十三节 留意他怎么说 这个是实用主义 撒母耳说 这是悖逆的罪 和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的罪 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听到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实用主义 请问没有私情比较严重 还是得罪神比较严重 我想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 我们放下我们的实用主义 有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我们很笨 音乐好听多吸引人多好啊 你不懂得高效率的推动教会事工 会给人觉得我们很笨 但是神教导我们说 敬虔很重要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我们可以从摩西的坚决 看到摩西 他要出埃及 现在他的那个心情是 我要跟埃及一刀两断 这一点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 也是同样适用的 基督徒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是释放出来 我们并不是妥协的 我们现在出埃及 我们出一半 或者我们留在埃及 同时敬拜神 不是出一半的埃及 我们是需要完全的出埃及 有些人信主 他不愿意在全方面的致死罪 用出埃及的术语来说 他们希望用一种 不用离开埃及的方法来敬拜神 他们想要敬拜神 同时不想冒犯法老 他们乐于接受法老给出的offer 妥协的方案 他们愿意礼拜天来敬拜 只要神或者教会 不要求他们完全出埃及 他们在努力地抓住自己的偶像 不愿意放手信靠神 你知道很多人误以为 我今天要信神 我要放手 我要牺牲很多 却没想到 他们越不愿意放手 他们就越没有手 去领受神的赐福 他们相信偶像的谎言 他们轻看神的祝福 以为他失去的会很多 没想到神要赐给他的 多过他所失去的多了很多 满满的祝福 然而今天 你要么得到是完全的救赎 你要么就完全得不到救赎 你是不可能选择性的 得到一半的救赎 没有这样的事情 弟兄姊妹 让我们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 我们每天都是被试探 对信仰来做出妥协 每天都有的 有这样试探的 我们非常聪明 我们非常懂得投机取巧 只要我们不必在工作场合 表明我们的立场 只要我们不必放弃我们的财富 只要我们不必跟邻居 谈论信仰 我们不必因为弟兄姊妹的需要 给自己带来不便 我们就愿意称自己为基督徒 但是在暗地里 我们希望 最好是我可以一边留在埃及 一边敬拜耶和华 你知道吗 神是很明白 我们罪人这种频频回头的性情 很明白的 所以你知道 到了第十灾之后 神对以色列的拯救 是用一个东西 把他们跟埃及地完全分开 那是什么东西 红海 把他们跟埃及地彻底的分开 让他们完全没有回头路可走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唯有彻底的隔绝 才能带来彻底的释放 完全的自由 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把我们跟世人分别出来 信与不信之间有一条分割线 那条分割线像红海那么深 今天如果有人想要 我一脚踏在埃及里面 一脚出埃及 出一半可以吗 以为这样子就可以 不被红海淹没 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你唯有完全出了埃及 才不会被淹没 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得救的方法 他们我们都真心地求告神 圣经告诉我们说 守福则离 就不要向后望 因为守福则离 向后望的 不配 怎么样 进神的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我们感谢你借着 第四灾给我们一些反省 让我们看到摩西 他在法老面前不接受 negotiation 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不妥协 他知道神的吩咐 就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主要我们也怀着 这样的一颗敬拜的心 来对待你 求你来帮助我们省察 发现我们里面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我们其实是故意的 不要让神你来干涉 故意的要把那个部分保留 我们故意的想要留在埃及 让我们知道 神你要赐给我们的 比我们自己想要留住的 要好得多 你要给我们大大的祝福 你要给我们 不是一半的自由 是完全的自由 不是一半脱离罪的捆绑 而是完全脱离罪的捆绑 你要给我们整套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属天的属灵福分 求你给我们属灵的眼睛 看到并且渴慕 也谢谢你 在基督里面 总是把这些赐给我们 我们向祷告 奉救主耶稣的名 Amen